临近春节突然出现的爬窃团伙 让市民议论纷纷 被害人全部为女性 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我大概应该顺手一放也没太在意 真的是从来都没想过说这些手就会被抖 仅凭一件上衣 金峰能否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手机定位功能真的能帮我们找回手机吗 平安365 疯狂的手机大道即将播出 2016年1月29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时空案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一起爬窃手机的警情 防城边防派出所第一时间组织警力赶往现场 春节前夕 亲财类案件本就告发 那么这会不会只是一起偶发案件呢 白家人就情绪比较激动 他说那个手机刚买了 花了大概六千块钱 去买那个洗澡钱的时候 就是把手机放在那个口袋里面 然后我就走出来了 走出来去那个白家会那广潮室嘛 发现手机就不见了 在进鞋店之前 他记得还打了一个电话 在店里面作案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随即民警找到鞋店负责人 准备调取监控 值班经理说 探头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损坏 正在这时 又有一名妇女找到了民警 我手机不见了十几分钟之后 后面又有一个阿姨的手机也不见了 身份证不见了 她是这样讲的 如此短的时间内 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 那么两起案件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呢 第一起她作案成功的时候 那个嫌疑人应该是带着账物 应该是尽快逃离现场去嚣张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作案的 有可能是两个甚至一个团伙作案 而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房城港市公安局 有先后接到三起手机被盗案件 其中两起案发地点在群乐街 一起在相连的镇兴路 两天发生的五起案件 被害人都是女性 而且被盗手机军围苹果六系列 她作案目标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确 以后觉得是同一伙人所为 同一伙人 所以就是进行了创病检查 女性购物的时候 她的精神精力都集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上 对身上的一些财物 比如手机啊 钱包啊 这类的东西 她就会告诉你警惕 在案发地周边 我们也询问了一些回收手机的摊主 摊主表示 苹果手机比较好卖 回收价格又高 这也是犯罪嫌疑人 选择专偷苹果手机的原因 而五起案件涉案价值 超过了三万元 通过对案情的分析 警方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都有些是有拉链 有些是没有拉链的 绝大多数的都是随意放进去 有拉链的他也没拉 我大概应该就是顺手一放嘛 也没太大意 真的是从来都没想过 手机手机会被揉 被害人随意将手机放进大衣口袋里的做法 无形中给小偷下手 提供了条件 而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手机大盗 也让市民们都议论纷纷 随着智能手机存储功能的不断升级 很多人的手机里都存有大量的珍贵照片和资料 一旦被投损失惨重 里面有好多照片文件科件之类的东西 挺重要的吧 就比如说有一起大契案 它是做楼房销售的 里面就存了很多客户的资料 以及客户的联系方法 由于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又怕打草青蛇 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而这伙手机大盗 仍然在疯狂的爬窃 一件红白相见上衣 让三人盗窃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神讯室里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为何让警方异常紧张 平安365 疯狂的收机大盗正在播出 时间来到了2016年2月2日 这天下午4点多 房城港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再次接到报案 在群乐街某商铺门前 被偷了一部苹果6S手机 这一次警方通过调取天网监控 终于有所发现 有一个穿着红白相见的外套的男子 有一个伸手 网包人的上衣口袋伸手的一个动作 但是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穿红白相见的外套的男子 有很大的作案的嫌疑 通过案发区域的天网监控 警方大致勾勒出 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此人身高大约在1米65左右 体型偏瘦 短发 身穿红白相见上衣 但是由于监控探头 距离犯罪嫌疑人较远 仍然无法看清他的面部特征 但是我们就是只有以衣服来找人 仅凭着这条有用的线索 2016年2月2日 房城边防派出所 会同视频侦查大队成立了专案组 由于爬窃案件需要抓现行 或者监控抓拍到 作案过程作为证据 因此 专案组决定派出两组侦查员 一组在案发地群乐街化妆侦查 另一组前往视频侦查大队 进行实时监控 可2月2日一天下来 这个穿着红白相见上衣的犯罪嫌疑人 却没有再出现过 如果我们的警察有限 不能同时在两个现场进行布控 当时判断 有可能嫌疑人就已经转换了 作案的地点 果然就在2月3日上午 警务平台显示 在城北派出所辖区内 发生两起爬窃手机案件 地点是距离群乐街一公里外的 千千万家超市和肯德基块餐店 通过调取监控 这一次警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其中一名就是在2月2日花花公子店门口 到实时盗窃的嫌疑人 穿着的衣服是一样的 他们还没有换衣服 惊恐画面显示 身穿红白相见上衣的嫌疑人 出现在超市扶椅入口处 而他旁边这名 身穿黑色衣服 体态稍胖 正在四处张望的男子 就是他的同伙 黑衣男子开始尾随 用身体挡住后面人的视线 得手后 二人迅速逃走 而在肯德基块餐店中 监控再次拍到了黑衣男子作案的过程 只不过他身边做掩护的同伙 换成另外一个人 可以清楚的看到 黑衣男子手里拿了一把长长的镊子 第一次加剧没有得手 被害人有所察觉 摸了摸兜里的手机 五秒钟后 黑衣男子再次加剧 得手后 迅速逃走 当被害人发现时 为时已晚 如此 警方初步判断 这个爬窃团伙 总共有三人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 二月四日上午 专案组派出多组侦察员 对群乐街一带展开伏击 大概是中午的时候 我们那个四人大队就发现了闲人的踪迹 并且派出了那个侦察员 到路面上 对发现的闲人进行那个尾水跟踪 发现黑衣男子的地方在群乐街 而他的一名同伙就在二百米以外的另一条街司机作案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专案组决定在人员相对少的地点 首先对黑衣男子实施抓捕 当场在其裤子口袋里 搜出一把长长的镊子 下面我大概介绍一下他们作案的一些方法 首先行业人会使用这种镊子进行盗窃 这个镊子它本身也是普通的工业镊 但是的话它进行了一些加工 它在镊头这里用五五领胶水贴的一些橡皮 增强它的摩擦力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盗窃团伙 其次他们在盗窃工程中会使用这种绷带 这就是普通的运动绷带 它的目的呢是配合夹子使用的 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他们是用这个绷带 绑着这个镊子 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盗窃装置 在盗窃过程中 他们只需要把手伸出来 形成这么一个姿势 就可以进行盗窃 藏匿地点被锁定 犯罪嫌疑人为何没有被发现 手机定位功能对于追缴被盗手机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平安365疯狂的手机大盗正在播出 侦察员反馈在镇行路一菜市场附近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脱了跟踪 几乎同一时间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每隔十分钟都会有两个电话打过来 电话里面显示 一个叫做阿优 一个叫阿东 这两个应该就是他的同伙 如果一直不接电话 令两名犯罪嫌疑人必定有所警觉 一旦让其逃出本事 再想抓捕会非常困难 专组果断决定 排查菜市场周边五公里范围内 各个路口的天网监控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经过海量视频的查找 在房东路一路口 发现了身穿红白相见上衣的男子 在横穿马路的画面 之后天网监控就再没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而马路的对面是一栋商务楼 侦察员判断 嫌疑人很有可能就躲藏在这一栋商务楼里 我跟那个情报大队那个女的女同志 就去海域宾馆去调查那个监控 我们进到监控一看 发现那个犯罪嫌疑人 在一个小时前 他进了那个商务楼咖啡 嫌疑人只有进酒店的视频 并没有出酒店的这么一段视频 现在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还在这栋商务楼里 而唯一没有搜查过的地方 只有三楼的休闲会所 于是侦察员到三楼对每个房间进行搜查 灯门拍摄到导鼠第二间的时候 就发现该房间的门是紧闭的 后面我们一敲门 里面有一个男子开门 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 这个犯罪团伙中的一人 我们迅速就冲进去把门推开 发现里面还躺着一个 老师啊 开车 叫马上过来 开车 把灯打开过来 开车 叫马上过来 开车 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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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仙人身上收出了一把短镊子 并在一个柜子的柜角下面找到一把长镊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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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塞一个手机的窗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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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你 看我 审讯室里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 三名犯罪嫌疑人 对自己爬窃手机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你关在一起那个你老姓啊 嗯 对 你叔叔反正你也经过加工啊 是 嗯 我知道错了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三人都有盗窃前科 因为临近年关没钱过年 其中一名绰号叫阿松的犯罪嫌疑人 来到房城区踩点 发现很多女侍主防范意识比较差 容易得手 想趁机捞一把 近2016年1月29日到2月4日的6天时间里 三人就疯狂作案实无期 虽然房城区系列盗窃手机案成功告破 但是对于被盗手机的追缴 警方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我们追缴的过程中 因为它这些都是流动摊点 都是摆地摊的 它流动性比较大 这个追查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他们很多人就是收到这么一台苹果手机了 他们也够了当天的那个花销了 他就不再摆摊了 他就收它回家 完了这个就对我们这个追账 带来了无凶带来很大的那个困难 不仅如此 苹果手机自带有查找功能 但很多被害人都没有打开这个功能 这也给公安机关追缴手机带来了难度 那么苹果手机的查找功能 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为此我们来到了东兴市的一家 苹果授权店 对专业人员进行了询问 关机了以后 这个定位功能会发送最后一次 关机之前的一个所在位置的 包括在如果说你开机了以后 它会第一时间 发送你目前手机所在的一个位置 告诉你这台手机在哪里 并且已经开机了 如果说你的手机丢失 那么我个人建议第一时间去公安局报警 向我们的专业人士 去锁定到哪一个手机的位置 从而把你的手机找回来 2016年6月4日凌晨 吉利省长春市一居民区附近 一直体长近半米的小黑熊 正趴在二层楼高的房顶上进退两难 由于害怕熊会具有攻击性 更担心它会从楼上跌落 附近居民拨打了119求助 就是警戒线非常强 在靠近它的同时 它的身体再往下下滑 为了确保小熊的安全 长春市亚太中队的消防员 请来了动植物公园的工作人员 到现场协助捕捉 很快小熊被安全解救下来 并被送往长春动植物公园 据介绍这是一只黑熊幼崽 由于换了新的环境 它紧张的一天不吃不喝 这只小熊为什么会出现在居民区 仍在调查当中 但在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 相信它很快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中文字幕提供